明明是个大前天 但放眼望去景色全部蒙上一层灰 民众出门必备品就是口罩 但这场空无战争连带影响到了气喘病患 五年来全台的就诊比例至逐年攀升了至少三成 原来随着秋冬季节到来 南漂的脏空气滞留在靠山的南投嘉义地区 不断导致空气品质下降 更让气喘的就诊人数攀升 光嘉义线就诊的比例就翻高两倍之多 其次是南投彰化再来是台中 中南部几乎成了空污导致过敏气喘的重灾区 封面要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造成空气品质的一个急速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有过敏体质的甚至有气喘病食的病人 就要特别注意 自己有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当中会发生气喘 虽然北部空污相对不严重 但气喘人数也持续攀升 有一时研判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煮菜油烟烧香等室内子报问题 沙发床铺的城满 那这些其实都有可能会散出来 散布在室内的空气当中 那的确是有可能会造成室内空气的品质 不好 那主要的防范方式就是保持通风 一是建议除了远离导致气喘的因子外 有气喘民众外出时也别忘了 洗带药品以防万一 如果真的还是很不舒服 建议可以多喝热水戴上口罩 杰尔潘里有没开庭台北采访报道